今天的政治发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高雄市长韩国瑜选总统首波政策 透过开直播的方式来谈能源 希望能够跟大家来沟通 那么国政顾问谈总招张善政 副总招杜子军 还有乙和养绿公投发起人黄世修 是特别难下助政 韩国瑜在直播当中重申 在人民同意安全无余的两个条件之下 就同意重启核四 而且还公开的签下了连数书 只是这两项前提 却被柯P酸说是废话 那么黄世修也不甘示弱的回酸柯P啦 说废话讲好听点就是理所当然的话 代表柯P也认同这个理念 他就反问柯市长签不签连数书 还巧妙的把球丢回去给柯文哲 黄世修更说了 国民党如果害怕得罪 三成永远不会投给你的反核民意 放弃六成的乙和养绿公投选票 最后将会落得两头皆空的死值 有六百万以上支持 这核能以核养绿的这个政策 难道政府完全忽视它们不存在吗 韩国瑜选总统收场政见 通过开直播谈能源政策 一开场炮火对准 蔡政府 整个东北亚 从南韩到日本 到中国大陆的辽宁 一路核电厂分布图 人家可以运用核能 是台湾今天太多问题都泛政治化 统计资料佐证 周边国家也有隔电厂 别人能安全运转 我们不行 是因为反政治化 为了核四 第一次中华民国有谁来罢免案 我是其中之一 而且罢免四个立法委员 我还是最高票 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 我是认同核四 重宣自己二十多年来 一本初中 有条件同意重启核四 还当场签署连诉书 只是话题一开 却面临燃料棒 已经分批运回美国 还有核废料处理难题 新北市长侯友宜甚至就说 重启核四是假议题 864素跟872素 有差那么一点吗 那个我们第一次奉进去 这个一号机的燃料棒 也不需要到满栽 所以其实这个才是一个假议题 核废料不是不能处理 是蔡英文政府不愿意处理 韩团队有备而来 当场反击 包含韩国瑜提出在人民同意 安全无语的两前提下重启 这条件被柯P无情开酸 团队也在把球丢还给柯P 确实这两点是废话 废话讲好听 叫做理所当然的话 那既然是理所当然呢 那既然柯市长代表 他也认同这样子的理念 韩国瑜市长签了 那台北市长柯市长 您签不签 第一场国阵直播开讲 打能源站 选的是星期四中午 似乎不想被说上班日凭选举 因此选在午休时间登场 记者蔡婉如赖一勋 高雄报道